伺候你的下人都是心挑的 底细也干净 你不用担心 海娘娘刚才给你量了尺寸 咱们也做些新衣服来替换 试试这床 刚铺的软不软 多谢母亲 你叫我什么 母亲 从来都没有人叫过我母亲 母亲定会好好待你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 不用害怕 主儿 你是趁不早了 大二哥该歇着了 是该睡觉了 明儿还要去上书房呢 擦擦脸 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睡安心觉了 睡觉吧 睡吧 我请围着你啊 主 你怎么不谈了 皇上都不来 谈琵琶给谁听 皇上宠您迟早会来的 皇上的一颗心都在沿喜宫呢 这贤妃真是使来运转 这就得了长子 您有皇上的宠爱 也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来 珠儿 先喝口茶 珠儿 您怎么了 不知怎的 这几日头晕目眩了 索欣 这些料子都不行 太闷了 永皇是男孩子 怕热 这些呢 这些也不怎么好 怎么选一批料子这么难呢 您给自己选料子都没这么伤心 永皇他嫁我母亲 我的心就软了 好像真的是自己的孩子 朕听到你说这些话 还真像个慈母啊 臣妾给皇上请安 臣妾唠叨 让皇上见孝了 这些日子 这没来看你 你怎么想 皇上是觉得 臣妾自以为是吧 原本以为 你说的那些话 会戳朕的心 所以朕 也就不予理会 可不知怎么的 这想着想着 不知不觉就这么做了 只能这么做 给他点名分 给他点尊容 哪怕 什么都不说破 朕夜里睡觉 也会睡得好些 这些话 朕憋在心里很久了 才跟你说出来 你是不是觉得 觉得朕很傻 是臣妾 说了让皇上为难的事 让皇上烦心了 这些为难的事 只有你会对朕说 除了你 没有别人 那天也是臣妾鲁莽了 但臣妾看皇上 总是惦记着 深母的深沉 心里不忍 朕可以想 但从不能说出口 世间万物皇上都有了 千万别留什么缺憾 朕明白 朕明白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弥补 都是在弥补朕心中的遗憾 可朕的生母 是朕心中的隐痛 朕敬她 爱她 也曾怨她 若不是她 皇阿玛 也不会不喜欢朕的 这不是李太平的错 我知道 只可惜 朕从来没见过她 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皇上弥补了自己的缺憾 也成全了臣妾的心愿 是 你知道朕 朕也明白 你一直想要个孩子 所以 朕只能暂时先给你个养子 臣妾当然希望 享有咱们的孩子 但眼下带着永皇也挺好的 永皇也挺好的 这下看看她 永皇在你这儿睡得挺香的 是啊 皇上 臣妾日子也想 有一天有了咱们的孩子 就这样三个人带着多好 会的 儿子去了 你去吧 本来 学儿回行 不意愿父 永住自愿参难 不意乐腐 人不知 而不愚 不意君子 此间迄为人蝶 好吃吗